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当然他们的命运如何除了是你的头选之外呢 还有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我们的校园评判 马上呢重点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三位校园评判 第一位呢就是本地美声组合的其中一位团员哦 梦飞船里头的林奇玉 让我们一掌声欢迎 大家好 那很多呢耳熟能详的歌曲呢 像孙燕特的隐形人呢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的 是的 第二位呢就是本地著名音乐人 叶良俊叶老师 曾经创作和制作过许多怪智人口的歌曲哦 当然叶老师呢也是我们第二届校园 Superstar的指定导师 好第三位 大家一点都不会感到陌生 让我们欢迎黎飞辉 出过五张专辑 同样也是一位创作过无数怪智人口歌曲的著名音乐人 欢迎三位 那观众朋友 今天呢就是我们校园Superstar的第一场赋赛咯 我们的校园评判评分标准呢分为三 一歌唱的才艺 二外形 三舞台的魅力 所以当然除了这些评分标准之外呢 今年和往年比较不一样的是 在复赛圈 校园评判的分数呢是占了总成绩的70% 另外30%呢则是你的头选 不过千万不要搅弹这30%哦 原因是呢如果分数很接近的话 这30%呢就会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哦 相信这个时候呢大家应该是迫不提待 想要看一看我们第二届校园评刷朋友了 对不对 想不想接一接他们 马上邀请出来的呢就是 第一场赋赛的女子组 掌声欢迎 这时候呢来到我们的舞台的就是我们 今天晚上的五位女参赛者 马上厨一给大家介绍 第一位就是我们编号F1的Agnes如康宇 来自中正中学义顺 投选号码19001123301 你也可以SMSF1到7199 编号F2Kili阮诗台来自维多利亚初级学院 投选号码呢是19001123302 你也可以SMSF2到7199 编号F3的是赖佳琪来自育郎中学 投选号码19001123303 也可以SMSF3到7199 编号F4的Joanna张瑞恩 来自声明女子中学大巴洋 她的投选号码呢是19001123304 或者SMSF4到7199 最后一位呢就是我们编号F5的许正宁 来自莱佛世女中 投选号码是19001123305 也可以SMSF5到7199 是 大家呢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年五位的女参赛者咯 那投选的热线呢其实已经是开放了 接着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点钟 在赛者聊提醒18次以下的朋友 如果要破电的话 一定要征求家长的同意 另外呢要小小提醒大家的知识 海外的来电以及预复卡 是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投选活动的 好了我们已经见过了女参赛者 你们想不想接一见我们的男参赛者 马上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男参赛者登场 这时候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的呢就是我们的男参赛者了 马上主意给大家介绍第一位就是M1的Marcus 李俊伟来自来博士书院 投选号码19001127701 你也给SMSM1到7199 编号M2的温许杰来自长老会中学 投选的号码17001127702或SMFM2到7199 第三位就是我们M3的吴福关来自美华中学 投选号码19001127703 你也可以SMSM3到7199 编号M4徐斌来自福廉中学 投选的号码是19001127704或SMFM4到7199 最后一位就是我们M5的涮卓宣正来自洛阳真学 投选号码19001127705 也可以SMSM5到7199 再次给我们的五位男参赛者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了这时候呢大家应该先喘一口气了 是因为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要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场复赛 广告之后 校园Superstar待会我们再见 欢迎回到我们校园Superstar第一场复赛的比赛现场 那下来第一位参赛者要登场咯 你知道吗通常说什么事情呢 第一次呢应该是非常的紧张 何况呢他是第一位耶 我的心呢都在为他噗通噗通的跳了 对啊跳像你嘛第一次主持现场也很紧张 是所以我完全可以体谅到Agnes现在的心情啊 好这时候呢我们要欢迎来自中正中学的F1卢康宇文 带来这首分手快乐 掌声欢迎Agnes 我无法把你语言回去纠缠有没有用 可是我懂我不舍朋友爱了那么苦痛 爱可以不问对错 掌声心的感动 如果他总会别人穿伤 也无非为他留在于旧 我要把你一身 想到达你心中有个风 你却像山洋街在走 吹着暖风未经心的躲 你说你不怕分手 快乐 请你快乐 会别错了才能合对的相逢 离开旧爱像坐满车 看走转了心就会是晴朗的 你却像山洋街在走 没人能把谁的幸福陌生 你发誓你归活的游戏 你却像山洋街在走 你自信时候真的没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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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自己的别一番风味 就是比较单纯的感觉 谢谢 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你应该进步 就是你咬字 是情人节 而不是情人节 然后注意一下这一点 OK OK啊 好 加油 谢谢 好的是你今天的台风有进步 跟彩排的时候 你活起来了 你今天也很美 谢谢 有一点不好的就是 可能你今天是第一位 所以你有一点紧张 老师可以听得到 你的声音有一点不稳 有一些音准 有一点飘飘的在后面 OK 所以下次要记得 不要再这么紧张 就relax就好了 OK 加油 老师 你好 好 OK 通常比赛我们分为 情感面 还有技术面 我觉得你两样 都还欠火候 所以你在这首歌 虽然讲说分手快乐 对不对 你不必唱得很开心 但是你唱得 有一点无奈 但是你本身 把它唱得太开心 恨不得赶快分手 好 OK 所以现在要注意一下 歌曲的感动度 一定要够 OK 加油加油 谢谢 好 听过了我们校园 评伴的这些评语之后呢 这时我们马上呢 就要来看一看 到底我们FV的鲁康义 她的分数是多少了 林启玉7.5分 叶良俊7分 谢谢 李飞辉6分 总分是 20.5分 如果你喜欢 Agnes的声音的话呢 记得可以做到 她的投选热线哦 要求00-112-330-1 或SMS F1到7-1199 好 听过了我们第一位 参赛者的这歌声 下来呢 马上要登场的 就是我们的第二位 女参赛者了 是第二位女参赛者 听说呢 她的声音呢 是沙沙的声音 哇那不是很好听吗 如果呢 你想要知道她的声音 到底沙到什么程度的话呢 马上请出的就是 F2的Kili 来自维多利亚初级学院 掌声欢迎 拖着唯一的身体 在准备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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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离开你那天 回不过去 因为太了解所以很伤心 没有你只好听着风的呼吸 只有交错时间的东西 说没问题 最后我们会痊愈 因为太了解我无法坚定 这一次会要掉眼泪的决定 有些遗憾 只能一个安静 但对不起 我还是相信 因为太了解我无法坚定 这一次会要掉眼泪的决定 有些遗憾 只能一个安静 对不起 我还是真心 谢谢 Killy 你好 我想问你今年几岁 17 17岁 以你的年龄来说唱这样的歌曲呢 我觉得算是还不错了 因为这首歌曲的感情处理需要更加的深入 我觉得你其实还不错 唱得不错 可是我觉得你注意一下你的假音的地方 假音有点不够气 好不好 然后声音可以再更厚一点 因为你的天生比较沙的感觉 声音再厚会更好 好不好 谢谢 好的方面来讲 你声音很特别 就有沙沙的 所以今天虽然是唱燕姿的歌 你没有燕姿的影子 那个是好的 OK 你可能也是有点太紧张吧 你咬字今晚不是很清楚 还有有一些音还是有一点在飘 所以我觉得音是你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要是小心 OK 加油 好 谢谢 OK Kili 这首歌其实也是要唱得很很凄美 但是你把它唱得太凶了 你把整个感觉唱得太凶了 可能是很紧张啦 你好像猛用力在唱 好 要注意一下 加油加油 谢谢 好 到底一首了解 会为我们的Kili争取到多少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凌启玉8分 叶良俊7分 李沸辉6分 总分是21分 喜欢Kili诠释的这首了解的朋友呢 可以播到他的投选热线 1900-112-3302 或smsf2-7-1199 好 这是他朋友 快快播我们的热线了 那下来要出场的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位参赛者 那是来自玉郎中学的一位同学 是 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佳琪带来的歌曲呢 是同恩的《本来》 欢迎 小鸣 也讽分享 下雨了 站在玻璃漫头 并没有中学过去的我 麒麟 也许带着我 许带着山 来着我 嘴巴赶着我 算性格带着我 爱我了 只能坐进掌声 为什么 想念着我作舍 常常为把路 谁活都做 原来不在这里側边的我 只要你放弃爱我以后 已经过去 预伞而已 不会再庇护我 本来不觉得你特别疼我 只能不再等我以后 来不及了 长长的前去飞翔 已经不会是我 走在世路路红转道上 沿着道貌真实的家庭 一切有点困难 也许我就这样走路回家 反正你不正在乎几点 该几点回到家 本来不觉得你特别疼我 直到你放弃爱我以后 来不及了 对不起 长得太慢 爱你不是我 好想让你白费了 想念我 好想让你白费了 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你有潜力 就是代表你还没有到达 那个最好的地方 你的低音唱不下去 你要注意一下 你选歌的时候 不要选太过低的 因为同音的声音 属于比较厚的 然后高音变假音的时候 又有点太虚了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音率 以后选歌小心一点 加油 谢谢 佳琪 你的声音非常有张力 是很好的 只是你出来的时候 你要记得音乐开始了 你已经出场了 你已经在台上了 你刚才走出那个姿势很怪 还有你就是舞台啦 就是你的肢体语言 有点怪怪的 所以你要去注意 因为在镜子要多彩排 OK 加油 我觉得你声音是不错 但是唱这首歌 感觉就好像很平淡无味 然后你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来表现 我觉得你要挑这种 有声key的歌 要小心 因为你一声key 你就开始已经flat了 好 你的音准就已经开始飘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加油 谢谢 来自玉郎中学F3的赖佳琪 到底她会获得多少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林祺玉8分 叶良俊6.5分 黎菲徽5.5分 总分是 20分 那喜欢下期的朋友呢 可以拨打19001123303 或者smsf3-71199 广告之后 我们的最后两位女参赛者将会登场 我们待会见 带她的三代歌曲 揭角的祝福 多少个秋 多少个冬 我几乎快要为止于好 本来是为止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 就无心自然 我曾想过 若真遇见 我们应该如何是好 我想我还是为何你 正在某一个结局 不让你看到 是因为我不想个人 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 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 它比我还重要 它无情假装我看不到 看不到你和它在对接拥抱 它快乐 我可以感受得到 这样的前面方式对谁都好 假装我听不到 听不到 别人口中的它好不好 再不想啊 也不想被同知道 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也不想啊 也不想被同知道 就把祝福留在街角 不想被困难 不想被困难 瑞恩 你好 你的唱歌的方法很有特色 在这一点点R&B的感觉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你 这首歌我觉得有点太低了 而且某些地方的转音可能会太复杂 你还没办法去驾驭得到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好像我若不想玩 这些地方你要注意一下 这些小瑕疵 好 加油 谢谢 瑞恩 你的高音都很漂亮 所以你高音很漂亮 只是你的低音有点弱 在台湾时候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以后选歌要小心一点 还有你的今天唱歌有点太直了 你没有收放 OK 加油 好 我可以叫你可爱的小黑妹 很黑 但是我觉得你太紧张了 所以我觉得你一直在音准 一直在飘 然后你跑拍子跑得很严重 而且把整首歌唱得太硬 然后太用力 我觉得你很好的声线 但是你不够集中 你在舞台上唱歌 你已经闪神了 你已经分散了 好 要注意一下 要集中站在舞台上唱歌 加油 谢谢 到底我们F4的瑞恩会获得多少分呢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林玺玉7.5分 叶良俊6.5分 黎沸辉5分 总分是19分 喜欢瑞恩的朋友呢 可以拨打1900-112-7704 或者SMS F4-71199 好啦 这时候呢 我们今天晚上最后的一位女参赛者要登场了 是的 她就是来自来福市女中的许正宁 带来的歌曲是Jolene的 珍一只眼 闭一只眼 掌声欢迎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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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只忘记 还还心求谁 你归归归随随 说我一生一归 我一定不是美剑 就是手机编键 是从半天送我归 破产更加的血 无论谎言 保证你不会誓言的费 只一只眼 第一只眼 你要再对我好意 每天说爱我一百遍 你是和我恋结 只一只眼 第一只眼 都没有时间成为 心疼你就快要崩溃 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 Zither Harp 你自己与你几块 和精神分裂 扬眼飞一点 还想随随眠 不再暖不眉 不变在发黑 不再自我醉 在窗里没听见 我手中分裂 你就会变帅气的脸 就一只眼 第一只眼 你要再对我好一点 每天说爱我一百遍 你是和我恋结 就一只眼 第一只眼 都没有生存成为 想随你就快要崩溃 好吧 考虑再 就一只眼 第一只眼 你要再对我好一点 每天说爱我一百遍 你时和我恋结 就一只眼 可以一只眼 都没有失去心悲 想随你就快要崩溃 好吧 考虑再给你 等机会 想随你就快要崩溃 好 呃 通常 当一位参赛者 选择要唱歌 然后又要跳舞的话 我会很为她担心 因为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连蔡依林都觉得很难 很多 呃 呃 会跳舞 会唱歌的艺员都觉得 其实很没办法 那个呼吸方面啦 会很辛苦 那刚才其实你跳得还OK啦 因为舞蹈我不大会看 可是我觉得你唱方面 这首歌曲本身 没什么好发挥欸 所以 呃 嗯 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唱一些慢歌 好不好 OK 因为还是声音比较重要嘛 唱得通 好 谢谢 正宜老师 其实反而我跟其余老师有点不同 我觉得你选快歌是有它的好处 因为你很 如果你跳得好的话 就很容易出位 那我觉得你今晚 其实我看得到你的努力 你有进步 你的舞台 谢谢你 OK 只是音嘴要小心 终于看到一点表演了 我觉得你整体性来讲 我们时候比赛来讲 整体性你算是不错 但是 很奇怪的今晚 唱慢歌的人 都唱得很用力 唱快歌的人唱得那么柔 其实你应该是有punch的 快歌是点很重要 那个点到要很重要 但是你一直唱不到那个点 但是你整体性的话 我相当的喜欢 谢谢你 好 加油 谢谢 好 马上来看看F5 许正宁的得分是多少 好 林奇遇7.5分 叶良俊7分 黎佩慧7分 总分是21.5分 喜欢正宁的朋友呢 可以拨打19001123305 或smff5到7199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要暂时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男参赛者要登场了 待会见 下来男子主要登场了 第一位是M1的Marcus李俊伟 来自莱佛寺书院 带来这首参赛歌曲 我可以 我可以 请 请 没有地址的心 这样的情绪 有种距离 你 放着谁的歌曲 是这样的心情 能不能说给我听 你 下来好安静 是不是你 偷偷在哭泣 我好幸福 它真的不如你 在你的背景 有我爱你 我可以 陪你 陪你去看情景 陪你 陪你去看情景 不用再多说明 我这样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 陪你去看情景 不用再多说明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 每一次的美丽只为你 我不想有再一次的美丽 我不想有再一次的美丽 只为你 谢谢 好,谢谢Marcus 其实比赛来说呢 我觉得选歌是最重要的 当你选一首歌曲 你一定要很有信心 你能够唱得到那首歌曲 刚才我发现到你两次 不是一次 是两次 假音那个部分 有一点点不大吻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除此以外 你的声音音色稳重 很有男人味 然后站出来又有大将之风 各方面都OK 谢谢 加油 注意一下 Marcus 你的feel其实很好 你唱了首歌 其实我今晚听了这么多人 其实你的feel到目前是最好的 只是你有点不信 你的假音都飘飘不过去 OK 要小心一点 选歌 我觉得你声音是不错 但是我只能说一句话 在比赛里面 尽量少犯错 如果你犯错 就要祈祷后面的人犯错 好不好 加油 谢谢大家 打头炮的第一位男参赛者 到底会获得多少分 一起来看一看 林奇遇8分 叶良俊7.5分 黎佩辉5.5分 总分是21分 喜欢Mashions的朋友 要赶快播电19001127001 或smsm1-71199 下来要登场的呢 就是我们M2的温俊杰了 是带来的歌曲 专属天使 掌声欢迎 小小的睡着 厚厚的吻脑 你充满皮肤摸不完的温暖 不甘心的梦想 最高的温暖 我才看着 他原来在转发 没有谁能为你遵律我身份 你下落的 天使天使 天使 为我能独裁 又有谁能 记得你在 我身上 身上有一个 天使天使 我哪里该需要 别的 天使 还用 而不只是你的指示 我一定还在成随 我身上 你一身落 是你极右 没有谁能把你成立落身后 想到我的天气为我能够下 有谁能去带你去爱或许下 想到我的天气为我能够下 谢谢大家 唱得好啊唱得好啊 有那个R&B的味道吗 转音歌方面都转得还挺不错的 谢谢 可是我總覺得這首歌好像不夠讓你發揮到你的實力 可以選更加難一點的 會更加加分 好不好 是 我會注意的 謝謝 謝謝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對你來講是太難了 我反而是跟曲鈺老師不一樣 你下次選歌要記得不要選 其實你的聲音是很好聽 你的沉默是很好聽 只是你沒有張力 所以你要小心選歌手 不要選這種需要張力 我覺得你蠻可愛的 但是今天可能就是你的聲音都悶在喉嚨裡面 感覺都悶在這邊 然後沒有辦法彈出來 沒有辦法發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整個感覺就感覺真的是好像悶悶的 你要試著把聲音放出來 整首歌的感覺不對的 加油加油 我會注意 謝謝 菲威老師非常喜歡的這個俊傑 覺得很可愛的俊傑 到底會獲得多少分呢 林祈鈺8.5分 葉良俊6分 黎佩輝5.5分 總分是20分 喜歡俊傑的朋友趕快撥打 今天晚上的一群熊 開始頂了一群熊 你終於做了這個決定 別人側會說我鼓勵 只要跟你一樣的肯定 我愿意 千年海角都随不去 我知道 一切不可依陪 我的心 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我需要一起 难免的悲愈 只要你一个人 深刻的意义 我的爱最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勉强拥挤我的感觉 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如果我的坚强的心 会不小心伤害了你 因为了我的气息 我随了心太急 更害怕错过你以后 我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每天悲愈 只要你一个人 深刻的意义 我的爱最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勉强拥挤 我能感觉你 在我手心里 你的真心 好 你好 谢谢 你好 我是认为 你的声音本身都是OK的 技巧都是OK的 可是我觉得你太过想要去表现自己了 你每一个尾音都加一个 我觉得太多了 而且很多地方都很尽量的去表现自己的 那个adlib 转音 然后我觉得有时唱歌 不需要每个字都那么用力的去唱出来 你要有一个 有些地方是小的 有些地方是大的 一个起伏 可是你都一直在太用力了 好不好 注意一下 谢谢 加油 富官 你今天很紧张吗 你其实彩排的时候要看镜子 其实要找一些朋友来帮你 因为其实你的眼神有一点飘 你一直会 还是有这种毛病 所以你还会继续注意 OK 加油 谢谢 唱勇气 需要口气和力气 你两样都没有 然后你自己本身把这首歌 其实演绎的整个感觉真的是都不对了 然后你唱得太生硬了 整首歌应该唱得再软化一点 好吗 加油 加油 谢谢 这次我们来看看M3的吴富官 会获得多少分 林启玉7分 叶良俊6.5分 黎佩辉5分 总分是18.5分 实时突破的朋友可以播 1900112 7703 或SMS M3到7 1199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三位男参赛者都没办法突破 女参赛者最高的得分21.5 待会两位男参赛者会不会办得到呢 广告之后 志勇分角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那下来要登场的这位男参赛者 因为外形的关系 让很多人都很注意他 是 有蛮多人说呢 他长得像无尊 而且这个好像为他带来一点点的困扰啊 真的吗 不过唱歌还是比较重要啊 是 因为他今天呢自信满满 他就是M4的徐斌 带来的歌曲呢 就是除此之外 M4的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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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還很嫩 還需要常常去練習 讓自己進步更好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許平 同樣的問題 咬字 晚安 什麼是晚安 什麼是不安 咬字 要小心 加油 我覺得你 很亮眼的外型 你其實走出來 我很期待 聽你唱歌 但是你一唱歌 我又要從椅子上 跌下來 所以 其實基本上你低音非常的不穩 你扎實 不夠扎實 然後整個 整個感覺就不對了 唱這首歌 這首歌是很唯美的一首歌 所以你要把那個味道唱出來 柔一點 美一點 好 加油 謝謝 M4的徐斌 到底會獲得多少分 一起來看一看 林錫玉6.5分 葉良俊6分 黎沸輝5.5分 總分是 18分 喜歡徐斌的朋友呢 可以撥打19001127704 或者SMS M4到7199 好 那下來呢 要登場的就是最年輕的一位參賽朋友了 是 很多人都說呢 他是個小不點的 可是歌唱才華的不得了耶 對 他就是我們M5的卓宣正 來自洛陽中學 是帶來歌曲翅膀 掌聲歡迎 M5的卓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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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給我的翅膀飛 我懂這不是傷悲 再高都不會累 我們都說好了 用你給我的翅膀飛 我感覺已夠安慰 烏雲也不再過我們也 忍受掉眼淚 比賽才剛開始 人氣就這麼旺 你唱歌方面 我是覺得剛才這首歌有點太低了 前面有點太低 除此之外也沒什麼好說的 大家都有耳共聽 有目共睹你的實力和人氣 謝謝 加油 說年輕是優點 你其實前面就緊張了 所以你好像有點不夠氣了 所以那些低音都唱不到 有一點唱不到 但是最後一個副歌救了你 還有你的可愛救了你 OK 謝謝 OK 我本來 我本來在你出場的時候我就問自己說 這小朋友在這邊幹嘛 你一個非常普通小朋友的外提型 一個非常普通小朋友的造型 但是卻有不普通的歌聲 謝謝 所以我很喜歡你自己的聲音 你的表現方式都蠻好的 謝謝 所以要再加油 只要注意 下一次出來表演的時候 放鬆一點 再放鬆好不好 謝謝 好 最後我們要來看一下 到底他會獲得多少分了 林祁鈺9分 葉良迅7.5分 林肺輝7.5分 總分是24分 謝謝 如果你要支持我們的M5卓先生的話 記得可以播1900-112-7705 或者是SMS M5到7-1199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十位參賽者呢 全部都已經表演完畢了 到底他們的表現怎麼樣 就有賴你的支持了 同學熱線已經開始 這時候呢 你可以一直播熱線 直到10點為止 到底他們能不能進入下一圈呢 就全賴你的支持了 現場的觀眾朋友好不好 再次給他們一個熱烈的掌聲 是的 觀眾朋友 校園蘇筏第一掌複賽呢 已經是結束了 那現在在台上 十位朋友也已經表演完畢了 現在呢 評判給予他們的分數 如果你真是不夠的話呢 你可以通過家的電話 撥電話來支持他們哦 當然要提醒大家 每一通電話 SMS那是六毛錢 好 那所有的朋友記得 如果你們要知道我們的訊息 可以到我們的官方網站裡頭去瀏覽 是在節目還沒有結束之前呢 要非常感謝我們三位 老虎公告的評判 謝謝三位 不要忘了 待會11點30分呢 通過我們的YO頻道 我們將會告訴你 今天晚上是哪一位男生 哪一位女生 會在我們的第一場 附賽裡頭被淘汰 千萬不要忘了 待會兒的 校園Superstar 我們待會兒見 Aologically Aistic City 能时候овать 有了 就是我們總統來自不從學 vita 可是現在開始總統特別重要 But now ants on main you shooter lineХ 防bil 下的